大家好 我是杨妹 今天来我朋友家姐弄一批珠子 这批珠子是她十年前做的 是什么呢 我们进去看一下 太黄了 这箱里面 装面的装面的 这个是盘鲜 13年的时候买这个料子多少钱 不一定 也有七八百的 也有三千的 反正那时候也没有很贵 那时候不是特别贵 因为做这些小猪子的料子 也不是特别贵 像现在要去买这种料子的话就很贵 现在已经还要花花点 三四千 四五千 对啊 就是这样子 那你看像这个 像这个再磨出来的话 特别紫 特别紫 然后像这一把 像这一把 这油线也特别 然后后面做两批 我都直接没去穿了 哈哈哈 为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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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来做 做小叶子坛了 这些才漂亮 这两批我记得是很漂亮 你手骨台黄不好做吗 为什么要做 没料做 然后一心搞子坛了 然后就这些就放在那边 就是苹果猪啊 对啊 全是 我们当时就做这一个尺寸 好紫 你看这个颜色好紫啊 十年前的猪子能这么紫 放紫 十年前的猪子还能这么放紫 哎 这个 你看 很紫 像这种 像这种猪子 现在一条的三 几千块的猪子 但是 把那没去搞就一直丢在这里 嗯 可以 这里面就是说有海的也有月的 对对对对对 就滚了可以 对 你那弹箱我看一下弹箱 太久了 太久了 香味还是有 香味还是有 香味有 哇 香味真的有 香味真的有 但是以前的工艺做的不是蛮好 对对呀 以前的工艺做的不是很好 你看 嗯 有多少钱一条给我 最后一个价钱 对呀 你让我 你让我 反正我们就按108克算了 然后点 点猪串 一串按350 最低的 把这个切掉 那个送给你的 无所谓的 二十四六条 好 其他的我们就点15 好 其他的就点15 一条按350 最低的 一分钱多的 那老山坛呢 老山坛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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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山坛也丑 我说实话没看齐 因为你的猪型太丑了 还有香味 这是真正的老山坛 嗯 这个一条 一条按 处理的 处理的 这个一条按150 拿去 普世无花的老山坛 这个真的是真正的老山坛 但是除了 除了丑以外 其他都好 哈哈哈 价格已经弹出我了 全部拿走 三百五一条的通货价格 全部给我了 这个是正儿八经的老料子 我一直在给大家强调说 买海黄 不管是海域 你一定要买老料 新料是一点价值都没有了 这是十年前的货 十年前是没有新料去做的 所以这一波纯纯的老料子 到时候给大家放福利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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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